韩国瑜初级词汇的最后一节课 那么在这个演练里面我们有这个动词形容词副词 单语名词等等各个部分的内容 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 填写括号里面适当的单词 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个部分内容 那么 想要做什么的话 那么 要做什么事情呢 去掉的意思吗 就是减肥的意思 只有这个减肥了以后呢 才可以穿上这个游泳服 那么我们看一下 想要去海边的时候 得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预买 预买 预约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宿宿 宿宿是住的地方 那么第三个呢 자동차 자동차是什么呢 汽车 第四个呢 다이어트 다이어트是什么呢 쌀을 빼다 쌀을 빼다 一样的意思 减肥的意思 那么 다이어트是一个外来词 经常说 다이어트하다 다이어트 减肥的意思 看第二个 앞으로도 지금처럼 열심히 공부하면 여러분의 발 끌 거예요 앞으로도 那么 앞 是后面的意思 也是表示 未来 那么 未来呢 앞으로도 未来呢 也 지금처럼 像现在这样呢 열심히 공부하면 那么 努力的 学习的话呢 공부하면 여러분 여러분 是什么意思 大家的 여러분의 什么呢 발 끌 거예요 여러분의 什么呢 미래 미래는 발 끌 거예요 那么 这个 발 以前讲过了 什么意思呢 光明 明亮的意思 对吧 那么 还有 这个 非常开朗的意思 那么 这里是指光明 那么 大家的前途 就会非常光明 여러분의 미래는 발 끌 거예요 第二个呢 시작 시작 什么意思 是一个汉字词 始作 我们都知道 始作俑者 第一次的意思 一开始的意思 那么呢 시작 是开始的意思 第三个呢 majima majima 是什么意思 是最后的意思 那么第四个呢 夸个 夸个是一个汉字词 过去的意思 所以这里应该选什么呢 미래 Academy 我对他们说什么意思 我对我们的人 两个呢 第一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第三个呢 都不知道 特别的意思 那有什么意思 的呢 五个是针烧 第二个是针烧